冰腳尖 歡迎加入我們戰隊 沒問題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練隊 歡迎回到我們的 教明人來跑步系列 YAYAYA 今天這一集厲害 我身邊這一位Amy呢 也就是我們美金龍接力賽的這個 唯一 不是唯一 唯二的其中一位 女搶手隊員啦 我們歡迎Amy出場 唉沒有我搶手隊員是不是 非常搶手 畢竟我們八個席次裡面 只有兩席是女生 尤其這個女生的棒次 還要扛起我們拼成績的這個 非常重責的大任 這次就要交給你 所以我算是要把整隊的分數 拉起來的那一個人 沒錯 因為尤其這個比賽當中 勝負最重要的關鍵 通常是女生棒次 女生可以贏的話 哇那個一舉翻盤 完全是拉不回來的狀態 沒問題這交給我 那你對於跑 對於跑步來說 你自己的訓練經驗 跟平常大概累積 都要一個禮拜跑幾次這樣 我高中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練到 每天都會跑的程度 然後 每天耶 那時候每天 你是田徑隊的嗎 真的我幹嘛把我自己 這樣田徑隊在練 那時候不是 我一開始是 一個禮拜想要慢跑一次 就是為了 學測 然後想要放鬆心情 然後什麼 哇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愛 三點就起來跑步這樣 早上三點 你那時候有睡覺嗎 我好奇怪 因為我很喜歡八九點就睡 然後早上三點起來 告訴大家一個讀書的小秘訣 先跑完步之後再讀書 你會覺得 哇頭腦好清醒喔 然後就可以去跑步了這樣 可是我以前就是 跑完步就是只會睡著耶 沒有辦法進去讀書 我沒有 我不會耶 我是屬於那種 就是跑完步之後 然後頭腦會超空 超清醒的那一種 但我在學生時期 請一班就是 早上一定要跑步 而且是每天必做的事情 然後大概跑到八點 回到教室之後 就會大概開始睡覺到十二點 完全沒有辦法讀書啊 怎麼有辦法 中間八點到十二點在幹嘛 在睡覺啊 不免時間了 因為太早起來了 但我那個時候就開始一直跑步 然後到大學 然後也一直有在跑步 然後後來中間 落了一段 一段時間都沒有跑 然後是後來看到 就是哲瑞跟蔡哥開始跑的時候 才開始跟上 哇 追的好辛苦 我學長真的好厲害 你太快氣了吧 這個企劃呢 已經算是我們跟Amy 秘密訓練了大概一年的時間 當然中間斷斷續續 但Amy呢 已經可以擔當我們算是進階組的隊員 所以今天這個訓練 跟前面幾集的隊員可能不太一樣 前面幾集都是比較新手向的 跑姿的調整 馬克超的教訓 今天這一集我們要帶來的是 體能進步的關鍵 也就是間歇訓練 所以我在你這個頻道 已經可以打敗蔡哥了 跟他是差不多平起平坐的狀況 唉唷 還想當學長喔 我本來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跑一下 400公尺的健鞋 那你上次跑健鞋 你有印象什麼時候嗎 一年前的今天 就是這個藍藍的操場 我的那個鞋子開光的時候 那個時候跟蔡哥也是跑健鞋訓練 當時候Amy其實就混入在裡面一起練習 只是那時候畫面可能沒有帶到太多 我們就是想要隱藏到這一刻 有鋪這麼 埋這麼久的梗就對了 我希望讓大家看 後面那女生有點 心裡一些討論 然後今天才開始開箱說 哇原來一年前就是她 原來已經成長成這個樣子了 可能這個留言出來已經大家忘記這件事情 怎麼會有人記得 好我們開始熱身一下 廢話不多說 等一下準備開始今天的挑戰訓練 Let's Go 那今天我幫Amy規劃的訓練呢 是400公尺要跑8趟 那這8趟的課表呢 配數會抓在每公里是4分半左右的配數 就是一圈田徑場大概是1分50秒 那因為Amy跟我們訓練一段時間 其實對於她的整個程度來講 是比較可以掌握的 那我們這次要比賽的距離呢 每這種接力賽是5000公尺 不是不是 是5公里啦不是5000公尺 那5公里呢 在這個公路跑道上 其實也是非常吃你的最大心批的這種耐力 因為你一定要在接力帶拿到的這一刻 需要維持很高的強度 然後跑5公里 這個過程的喘度啊 幾乎都是接近在無仰的區間 所以我們待會的訓練過程 會讓她做一個400公尺 1分50秒的體驗 那這個接力訓練當中 今天的間歇的休息時間 我們會轉2分鐘 希望透過這個間歇訓練的刺激 可以讓她的最大量可以再有效的提升 畢竟這次在美金融接力賽當中 她是擔甲我們一個非常重要 可以把成績往前推進的重要女隊員 所以這次我們對她算是寄予厚望 所以今天的間歇訓練 我覺得她應該算是我們所有隊員當中 也比較可以勝任 因為有些跑者 這個隊員當中是比較新的 所以今天的目標 就是希望她可以擔甲騎這個 進階組的角色 那我們就熱身一下 待會看一下她的進階訓練的間歇表現 手錶準備囉 我們待會出發就是按右上角 然後等一下100公尺我們是跑27.5 那我會帶你跑 所以你就跟著我的後面 我要跟上你的速度 對但我不會帶到超快 就是我用你的配速跑 好好好 27秒然後一圈是1分50 你有確定了解我的配速 有 我很了解你 有 不能給我拉太多 好準備 3 2 1 GO 再慢一點 好 你可以跑我正後方 好 可以 按右下角喔 可以 按 1分48秒 黃河一下 會太快嗎 你覺得 1到10分的累 3 3而已 完蛋了 早早講6可惡 休息2分鐘 好 所以我們休息時間算蠻充裕的 就是 回來這個過程就是好好黃河調整呼吸 好 調節一下身體狀態 好 你的心率是蠻高的 真的假的 真的耶 好像在119 天啊 我好糟糕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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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但它會降下來 我們訓練間歇訓練的目標 就是要每次刺激那個坡上去之後 讓它維持在可能4區 5區左右的強度區間 就是可能170幾180 在休息時間2分鐘 它會降回到100 120 然後再重新開始 但它會因為我們的燙數增加 為什麼要跑到8趟 其實是因為後面幾趟 持續在強度上面的刺激時間變長 就會進步 所以前面幾趟算是累積的過程 所以後面幾趟時間會拉長 不會拉長 是你心率已經會下降不下來 我自己身體會 對 你每一趟可能原本可以降下來 因為它其實像是一個爬山的過程 你本來是爬上去 然後下來 但你接下來可能會因為下不來了 然後又要重新爬上去 所以你在上面的時間就會變長 那如果我想要讓它下來 然後我是就是 就是 就是回來這邊 對 調整呼吸 然後第二個就是 休息時間要拉長 像現在剩下20秒 所以我們就準備開始 你看你現在下降的時間 降到大概130幾下 我們等一下看後面幾趟 它可能就會降到 降不到130幾 好 我們準備開始 好 第二趟 5秒囉 按下面對不對 對 好 來準備 3 2 1 走 8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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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5 2 5 1 5 9 5 2 5 可以準備按錶 16 17 調整一下 到後之後慢慢深呼吸 放手 吸長一點 好高喔這個心率 183 不錯耶 這樣子是不錯 看你算是飆骨嘛 是會上得去的心跳 不錯不錯不錯 心跳也算是一個 評估你自己的身體年齡的狀態 有些人的心率一定會刺激不上去 就會上不去了 要快快不上去 那這代表他可以運用的心率範圍其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你還算很年輕 心跳還可以跳到180幾百九 體年齡18歲 差不多17-17.5 哎呦啊 那未成年耶 休息一下 還有1分10秒 不敢接話 不敢再 一直在亂講話好快樂 來別人頻道都在亂玩 好準備囉 好 三 二 一 Go 好 你跑這邊我跑 你的外側 順便看一下你的跑姿動作 OK 剛好 後兩百可能會覺得比較喘 所以呼吸節奏可以跟著跑步節奏稍微調整 邊急出一點是可以的 然後手往後擺大力一點 手來帶動腳的節奏 49 50 OK 想辦法要在休息之間爭取心率下降的幅度 所以不要講太多話 緩和一下 現在已經進行到第三趟 其實 Amy的整體狀況我覺得算還蠻好的 她的配速都有維持在我們目標的 1分50秒一圈內 那當然是我的配速帶得很穩 自己講 教練有功勞 但跟得很好 那動作其實也維持得不錯 畢竟還是學姐來的 我們現在剩下5趟的距離 心率應該已經開始比較下降不下來 現在到1分鐘 還有170幾下 緩和一下 好 好來 3 2 1 GO 待會在對面的時候我會稍微帶你 教一下怎麼樣做放鬆的神呼吸調整 好 手往後擺帶 手肘往後推 累了耶 到 149 那都不聊天 不聊天 是一種美德 不打擾 不錯啦 這已經試探完了 我們剛剛後面還有教Amy 如何在跑步當中去放鬆 就是很喘的時候 這是間線訓練一定會遇到 但你可以在 比賽 或是訓練很後段 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強迫的 調整你的呼吸節奏 打亂它 手放鬆 兩個深呼吸 會讓心率可以稍微再下降 或是停止它不要爬升的 這麼快的這種可能 那目前已經進入一半了 還有一分鐘 現在心跳多少 哇 166 不要講話不要講話 讓它緩和一下 好來準備囉 3 2 1 GO 1 2 1 2 2 1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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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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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慢跑還是最重要的 慢跑多了 你來跑間歇才有效果 好 講太多了 準備出發了 可惡被發現了 多休了20秒 好準備 3 2 1 GO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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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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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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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5 5 6 6 6 7 7 7 四五 四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漂亮啦 十四九 緩和一下 一九七 好年輕耶 碰到最大心跳大概是220年年齡是通常常見 所以你剛剛是說你十七歲嘛 220-17 203 差不多 你剛剛197 差四下五下 錯 很年輕的心跳 因為我自己現在其實是跳不到這麼高的 我現在最大心跳大概只剩下195 193這樣 所以還可以跳197是真的蠻厲害的 算是你的心臟強而有力 當然這也是第二個心臟肌肉不夠 應該說心臟可以跳很快 但心臟不夠強的話他就需要跳很多次 我應該是有點是上不去的 快不起來 但不錯已經剩下最後一趟了 堅持到現在我們已經跑了2800公尺 剩下一趟 不做假 跑完 跑完 可是多休息算做假嘛 像是偷吃步 倒壘嘛 倒壘 最後一趟了 加油 目標跑完就好 不用加速太多 好 321 GO 加油 快到了 就快結束了 好順順的就好 45 46 47 48 49 OK 水 完成 你看你一開始幾趟前面都是為了在後面準備 後面幾乎這個400公尺 可能有三分之二都是在紅色區間 所以後面很累 可是前面其實沒那麼累 是因為它還在爬升的階段 所以你的這個數據其實是很漂亮的 就是代表我們的訓練刺激 抓得蠻剛好 我算是真的蠻了解你的 有跑一年有差啦 有跑有差 而且你的心跳真的很年輕 最大心跳200 是很厲害 這樣真是很年輕的一部 我現在最大心跳 我剛 當然今天強度度量比較低 我今天最大才156 然後你的平均心跳171 代表我們刺激的這個訓練大概30分鐘左右 都維持在蠻高的強度 我發現練跑的人讚美人很拐彎抹角欸 你還蠻要讚美人年輕的 你心跳跳得蠻高的喔 因為這個真的不太簡單 會有點摸不著頭緒說是承載嗎 是承載 而且這個錶是我們頻道導演的 然後它平常最大攝氧量其實是比較低一點 你幫它跑完之後 哇 最大攝氧量直接上升了 43 你看它會聽過哇變強了 它是手錶想說 我主人體年齡變好啦 沒錯啊 你怎麼變那麼快 因為心率看全部都在強度50 是很不錯的 但我們休息時間有偷偷拉長 但這也是還OK啦 就是不會說這樣就沒練到 你看蠻準的 148 147 150 149 150 就是每一趟都蠻準 看平均配合四分半 四分半 四分半 我們就刺激這個每趟四分半裡面的 在這個範圍 黃合一下 有練有差 訓練完成 太棒了 這個很困難耶 你今天堅持下來 好累 我差點要七圈就先回家了 你的數據表現真的看得出來 今天已經算非常盡力了 所以我覺得我給你的評價很高 95分 這五分留給一點點下一次的進步空間 真的很高耶 我可以嗎 因為我覺得這個八趟對一般人來講 其實不太容易 尤其以我們現在的接力賽隊員攤開來 可能能完成這樣的課表的 其實大概兩三個數都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必須要給高分肯定 不然下次你可能團練就會跟我說 哲瑞我今天早上頭有點痛 生理期第二天 狂缺席 對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給一些正能量 鼓勵你下次要繼續出去 沒錯沒錯 要有那個 反正要有成就感才有辦法繼續往下 沒錯 那你剛跑經驗訓練這個體驗 你覺得跟你平常慢跑 感覺上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嗎 我覺得累感蠻明顯的 就是我之前跟你們一起早上跑步 我跑八公里十公里 好像都覺得還好 就是跑完之後還是在那邊嘻嘻哈哈 要覺得很快樂 我剛才跑完就好像跑完半嘛這樣 其實我們已經停機大概三十分鐘了 回血的狀態 終於可以重新開始 對我剛剛有點沒辦法講話 看得出來 因為你的眼睛開始已經不太新鮮了 我剛才就在想說 是不是所有人跟哲瑞拍攝後面都不大講話 就是直接變成我一個人 主機拉到結束 但我們必須講 間鮮訓練 因為它的強度 一直維持在心率的 算是蠻高的一個區間 所以它的刺激有效 但相對來講 它的恢復天數跟體能狀態 是需要一點時間讓它修復 是喔 所以反而跑間鮮不能隔天 就馬上跑慢跑之類的 跑慢跑可以 但不太可能在同期做一樣的刺激 所以間鮮雖然有用 會讓你大幅進步 可是它不能太常做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 只會排一到兩次的間鮮訓練 其他天都是慢跑 這樣才可以做一個強弱交替 讓你的訓練會是比較完整的進步 那我很好奇肌肉感受度 因為像我自己慢跑跑完之後 我可能隔天其實 如果我沒有加速跑的話 我隔天沒有什麼感覺 對 其實間鮮你可以想像重訓 你有時候1RM跟10RM 這做起來的重量不一樣 就像你半蹲可能慢跑 我舉例可能是30公斤很輕鬆 你可以做個30下 然後可能10下3組這種 但跑間鮮就像是 你重量提升次數減少 你可能只做了6次 但你可能每次的重量是來到60公斤 就是跟慢跑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所以這個訓練來講 不用太長的時間 但它每一趟強度刺激的強度很高 所以它隔天的體感上也會疲勞很多 所以會比較明顯一點 對對對 所以不太能每天做 那間鮮就是搭配有氧去做一個交替 但占比來講 我們的安排還是一週八成到九成是有氧 只有10到20%是間鮮訓練的時機 沒錯 接下來我們就期待我們的接力賽5K 可以看到你在我們這個女子棒次 幫我們的成績做一個大幅的逆轉 我會有那個紅布條經過的時候會那個嗎 會會 我們會特別硬說那個Amy加油 我上次有那個可以參考你這樣子的 我上次幫馬基加油的 我這次會準備一下 把安排路人在那邊一排 舉牌 沒問題要幫我弄啦啦隊 謝謝 好 非常感謝Amy今天來參加我們交明人來跑步系列 也希望這一集的這種間歇刺激對待有幫助 那最後我們就期待接下來接力賽的這個預告 要不要跟大家繞臉狠話 跟你跑第三第六棒的這些女生們 你真的小心了啦 我出馬喔 整個台北我輾壓啦 唉唷就是出登場即巔峰 可以啊我95分耶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的抽分是結束了 我是演員江洋隊 耶我是Amy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一起拍照 我們明天見 我們一起拍照 億億億千萬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